第三节 杜王济忧 佛教更重视对亡者死后 追福 追荐 超度 由对亡者死后的尽责 与实际利益 解除亲属 人死永灭的深刻痛苦 以利益存亡 这可为佛教死亡 危机干预的独特方法 为亡者追福之志 本出原始佛教 其方法是不施僧尼 佛经说 人死之后 家属应代为亡人 将其生前衣物遗产 施与僧尼 或用其财物 摘僧 设饭时 供僧尼食用 这样 可使亡人的 终有得到不施僧宝的福报 随愿网生经说 若以亡者延伸之据 唐宇 乌宅 园林 御池 以师三宝 此福最多 功德力强 可得拔比地狱之殃 南传长部教授 施加罗经佛言 子女有义务行善 并将功德 回向给去世的父母 俗家人亡故 僧尼应安慰祝愿 摩科 僧其律 卷三四 明威以法之一说 为亡人师福 咒愿祭约 一切众生类 有命皆归死 随彼善恶行 自受其果报 行恶入地狱 为善者升天 若能修行道 漏尽得泥环 大唐西域记 卷二说 出家僧众 在丧葬时 不可豪哭 父母王丧 送念仇恩 追远慎忠 实资明福 大成地藏菩萨 本愿经 立意存亡品说 人命中后 七七日之间 王者如痴如龙 或在诸丝辩论 审定业果 未测之间 千愁万苦 念念之间 希望骨肉眷属 为之造福旧拔 此时 若能更为身故之后 七七日内 广造众善 能使识诸众生 永离恶去 得生人天 受圣妙乐 现在眷属 利益无量 幽婆 赛界经 卷四说 若王者 跺于恶鬼道 需要亲属 为其作福 追福不失 奉劝人们 奉劝人们 为恶鬼 勤作福德 若以衣食 防射 卧具 滋生所需 施于沙门 陀罗门等 贫穷启事 为其咒怨 令其得福 以示施怨 因缘利固 作恶鬼者 得大势力 随师随得 并说 为王者 追福的时间 有三 春之二月 夏之五月 秋之九月 大成佛教宣扬 佛法僧三宝 有超度亡灵 立即幽明的 巨大法力 亲属依仗三宝之力 为死人 追福超度 可以利益存亡 大成本生 新地观经 卷三济云 以其男女 追圣福 有大精光照地狱 光中演说 深妙音 开悟父母 令发意 一息所生 常造罪 一念悔心 息除灭 口称 难无三世佛 得托无瑕 苦难身 往生人天 常受乐 见佛文法 当成佛 说子女 为其顽固父母 追福 即便父母 已堕于地狱 也能感通 佛菩萨 以金光照竹 说法令 亡魂开悟 忏悔念佛 得脱离地狱 往生人天 乃至将来 见佛文法 修行成佛 地狱 地狱菩萨 本愿经 立于存亡品说 若有男子 女人 在生不修 善因 多造重罪 命中之后 眷属大小 为造福利 一切盛事 七分之中 而乃获一 六分功德 生者自立 这种说法 适应了人们 追怀 顽固亲属的 感情需要 能起 抚慰 失去亲人的 痛苦心灵之作用 尤其在具有 身长孝亲 祭祖传统的中途 与本有的 丧葬礼俗结合 再加上统治者 从伦理教化目的 出发的提倡推广 产生出 种种 渡王济忧的法事 盛行于社会 形成民俗 至今 尚不觉如履 费尔巴哈 因而称 中国人 是最为死者 操心的民族 藏传佛教界 以王者财产 施与寺庙 追伏 及严僧 超度之风 更胜 为王者 追伏 涉斋的风俗 始于北齐 于王后 三日涉斋 请僧众 诵经超度 称 三日斋 唐人 元修所传 明报 祭时一记 记述了一个 有关 三日斋的传说 北齐 其有良性官员 死后 其家 以 家奴 寻葬 四日后 家奴 复活 告言 在明府 见主人 魂魄 受 压支之行 而经 妻子 赦 诗经 压支 不得 传与妻子 愿在 迎斋 相救 甚物 杀生 祭奠 民间还根据佛教中 有身七日一死 立七七日必转生的说法 于人死后七七日的每一七日 舍斋追荐 称 累七斋 累七斋那天 主斋僧简指藩焚化 称 斋七藩子 此戏 据正法念处经 将生天的忠有 见白蝶能垂下之说而作 旨在令亡者忠有 见到白蝶得以生天 为亡者追伏的盛大佛事 是七月十五日所举行的 于兰盆会 此会 以西晋 主法护义的 佛说 于兰盆经 而设立 经称 佛神通第一的弟子 摩科木剑莲 大木莲 阿罗汉 以天眼见王母 坐于恶鬼中受罪 饥渴交迫 大动孝心 乃持伯 飞往刀立天 取天上美味饮食 奉献于母 不料饮食到其母口边 皆化为火炭 不得下咽 穆莲提气 告佛 佛为其母业众 非穆莲 罗汉 一人的神通力可消 需以十方众 须以十方众僧的 微神之力 方可救拔 并告世人 是佛弟子 修孝顺者 应念念中 常义父母 乃至七世父母 年年七月十五日 为座 于兰盆 师佛 吉僧 以报父母 常遇慈爱之恩 凡宇 于兰盆 亦为解救道玄 恶鬼之苦 犹如被道玄 以器皿 呈百味饮食 施 安居自资 僧尼夏季 集体 安居不出 结束的僧众 名 于兰盆贡 自梁武帝大同四年 五三八年 于同太寺 设渔兰盆贡以来 渔兰盆会 未成风俗 唐代的渔兰盆会 颇为壮观 各寺 接涉花辣 花瓶 甲花果树 巨藩等 清城赋寺游观 为一年盛大节庆 至宋代后 便为以盆尸柜 于竹竿上 织灯窝状 挂搭衣服 明超而焚化 为之鱼兰盆 渡王寄鬼的方法 据《大成经》所说 还有供养佛 读诵《大成经》 塑画佛菩萨形象 捐资建四修庙印经 诵念佛菩萨名号 《超经》等 汉地流行的 杜王追辅法事 有念朴佛 念经颤 做水路法会等 念朴佛 内容大略同僧尼早课 诵念诸经咒 及佛菩萨名号 回向王者 助其超生 诵经也被认为 有同样用场 颤法 及颤悔仪式 原系佛教徒 自己修行时 颤除业障之法 内容包括 礼拜 供养 念诵佛菩萨名号 和《大成经》 《观石像》等 编为 遗轨 最成为一种 重要的法式活动 后来 见多被用于 杜王造福 流行的颤法 由传为 梁武帝所制 梁黄颤 慈悲道场颤法 传为 唐之玄国诗编的 水颤 及大碑颤 主要念诵大碑咒 金光明颤 主要念诵 金光明经 万佛颤 念万佛名号 地藏禅 念诵地藏经 地藏菩萨名号 等等 汉地 杜王济幽 最盛大的法式活动 是水露法会 以称水露道场 简称 坐水露 全名为 法界圣凡 水露普渡 大斋圣会 相传是梁武帝 受神僧启示 和宝治禅师的指点 而编撰 盛行于宋代 宋人 杨厄 吸取密教的 明道无遮斋法 编成水露仪 现在流行的水露道场 分内外坛 外坛 作梁黄颤 宋念 诸大成经 内坛 念诵水露遗文 为期七日 参加者 有四十八名僧人 这是一种 综合多种 显密经 颤摘法的 盛大法会 宋代以来 民间逐渐流行 一种 较为简易的 剑行道场 或三日 或七日 请僧三位 或五位 九位 主要通过 念诵诸经咒 助王者 顺利通过 冥界审判 而升天 并捎诵灵防 诗识恶鬼 为王者追伏 这种法式 渐渐与 道教 斋教结合 加进了壮七 必叉 不须 踏纲 游灯 等仪式 密城 用以 渡王计诡的 咒术甚多 汉传佛教界 流行最广的是 放宴口 全称 瑜伽宴口诗诗 原初唐代 不空译的 旧拔宴口 陀罗尼经 宴口 意义作 面燃 燃 为一种食物入口 即化为火炭的恶鬼 经称佛的侍者 阿难 一次坐禅中 见咽口鬼王来告 你三日后将命中 生于我等恶鬼中 若欲免苦 许于明日以摩羯陀国所用之壶 普诗鬼神 佛未说 诗横河 杀术恶鬼 及诸仙等 饮食之法 此法最成为唐代密宗修行者 每到傍晚必修的日课 元代时 其法又从西藏传入内地 至今尚传行于各寺庙 无限于密宗 还有一种蒙山诗诗法 放蒙山 以轨简略 据传释明代四川蒙山的甘露法师所编 被编入僧尼晚课中 为汉地僧尼日课中的一部分 燕口蒙山诗诗法 是以多种密咒加持少许饮食 观想化为极多 以咒打破地狱 放开燕口鬼的食道 普诗孤魂野鬼 大城显密经典中 还说了多种 有度王济忧神力的密咒 如阿弥陀佛往生咒 往生净土神咒 观音六字大明咒 佛顶尊圣神咒 毗卢遮纳佛光明真言 不动顶集佛咒 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 陀罗尼等 或持宋或疏于帆上悬挂 皆有度王生息或生天之效 南北朝时圣行 以佛顶尊圣神咒度人生天 或以神咒克时疏于观上 以滋超度 据佛顶尊圣陀罗尼经说 佛顶尊圣真言 乃十方一切诸佛 共同宣说 能净除一切恶道 一切生死苦恼 破一切地狱 若有人闻 一经于耳 先是所造一切地狱恶业 兮皆消灭 当得清静之身 随意往生诸佛刹土 及诸天宫 若人命欲将终 须于意念此陀罗尼 还得增寿 身无苦痛 悟空卷所 毗卢遮纳佛 大观鼎光真言说 以此光明真言 加持吐沙一百八遍 名金光明沙 以知散亡者 尸骸上或墓上 彼亡者 不论在地狱或恶鬼 阿修罗畜生中 应时即得光明极深 除诸罪报 舍索苦深 望于西方极乐国土 莲华化生 乃至菩提 更不堕落 清代宫廷中 依藏传秘法 将有渡王之用的 各种梵文秘咒 印于布博上 由高僧加持 名陀罗尼经贝 赐予王顾王公大臣 入殿时 盖于尸身 以其超度 藏传佛教徒 家家户户 悬挂经番 其上多印六字 大明咒 略称 马尼 相信 有渡王辟邪之用 藏传佛教的 渡王法事 主要是 严僧为王者 念诵渡王经 近代以来 流传于西方的一部 中阴旧度秘法 获益 中有文教得度秘法 即是宁玛派僧人 超度亡人的念诵法本 其法于临终前 至中有七七四十九日内 依次念诵 有关临死诸相 十相中有 中有诸镜相的介绍 和解脱要点的警戒 以帮助王者 体认自性光明 和中有幻象 上等者 融入十相光明 而获解脱 中等者 认识本尊形象 光明 或称念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名号 以往生西方净土 下等者 认识善趣中有 像已生于人天 修行有成就者 还在临终时 做破蛙牵食法 加持王者 往生净土 由引将死者 往生法 或用药加持 针炎擦其顶 以引其神石置顶 或以西铁石 于顶上加持 或用舍利子 装藏之佛像 与其顶上引之 杜王既忧一类法事活动 行径有似巫术 以佛教 依自立修行 以智慧 自敬其心 以求解脱的主旨相悖 而且流行民间 往往成为僧人 营生捞钱的工具 作为佛陀弟子 传佛家业的僧尼 若侧重于此 终日敲打畅念 而不误 一禅 二诵 三劝化的正业 则势必 丑化自身形象 令世人 目为乌习之流 掩盖了佛教 发达人生 以智慧 净化人心的主旨 近代佛教界的 革新派 如太虚法师等 对僧界 众死度鬼 应付精颤的风气 予以利斥 斥英父僧 形同排忧 心存利养 为佛教之重大弊病 呼唤将弘扬佛法的重心 转移到 净化人心 启迪智慧 劝导世人 行善修德 善渡人生上来 然而 此类法师 毕竟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适应了人们的宗教需要 也不无其安慰人心 敦人伦 后风俗的教化作用 过直到如今 在社会上 仍颇有市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